最近看到了许多不受捧的组合,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说是最受热捧的组合,别看是今年出道的他们,就已经小有人气了,正是因为公司从2016年便开始宣传,准确来说应该叫做出道策划,历时18个月左右,可以说是次巨资宣传,这样的数字即使是大公司也没尝试过的。 简单介绍一下,本月少女于2018年出道,2016年10月开始了出道宣传,一个月公布一名成员的模式,没合体之前,先进行个人活动,等到全部成员出道完毕,开始进行团体活动。 这样的宣传计划总共会持续18个月左右,准备时间长达2年,从方方面面来说都十分被重视,公司对本月是少女组合更是充满了信心。 共有12名成员,分别是田姬镇、金贤珍、赵夏瑟、林汝珍、黄佳熙、金定恩、郑真帅、Coeary、何秀映、金智玉、蒲采元、孙惠舟。 以上顺序为她们的出道顺序,其中最大的是黄佳熙,1996年出生,是中国的妹子。 队长为赵夏瑟,1997年出生,目前应该属田姬镇人气最高。 既然是重金打造的女团,那么在其他方面一定有过人之处,本月女团的概念可以说是属一属二, 从出道开始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对应的颜色和动物,因一一介绍会看起来乏味无趣,大家可以自行摆渡一下,这方面还是蛮叫人佩服的。 风格也可以用摆变来形容,不同于多数人选择的清纯风,每个人的出道solo区也不尽相同, 这里面最喜欢孙惠舟的风格,主题是自爱,而且与前11位成员也有诸多联系,编曲质量属于上层之作。 除了这些以外,公司已经为他们制作了花絮小短片,可以全方位的了解成员们。 一集虽然是一分钟的形式,但也有几百集的数量,看起来还是比较过瘾的。 算是一个小综艺,还有专属的网剧,女主角都是本月少女的成员,名字叫做,初次见面的时候还记得吗?已经推出了三季。 这样看下来更感受到公司对他们的期待值有多高,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方式,受到了一些吐槽,最大的理由就是公司投入的太多。 另外韩国组合在没有走红之前是没有工资的,因为练习生时期公司的投入会让他们出道之后报答,网友们便猜想,会不会本月少女出道五年之后还没有工资呢?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,但不排除一年左右便成为大事组合,可能不到二年就完成了呢?